流水迢迢迢大婚造型曝光,任加伦李兰迪有说有笑,CP感太强,迢迢流水匆匆展开,电视剧开机才短短几日,众多演员的造型早已曝光。 虽然拍摄顺序不按剧情来,但男女主角的大婚戏份却早早上演。任加伦和李兰迪的大婚红衣造型在媒体照片中呈现,引来一片惊叹。 根据路透照片,这一段戏是男女主角共同饮浇杯酒,但在喝酒前他们还得与好朋友们寒暄一番。 对面还有几位演员扮演对手角色,当看到男女主角即将大婚时,他们举起酒杯表达祝福。 男女主角欣然接受好友的祝福,满心愉快地端起酒杯饮进美酒。 两人的状态可谓绝佳,任加伦脸上含蓄微笑,李兰迪欢笑不停。 看来他们的合作确实非常愉快。 或许意想不到的是,短短十天时间,居然就已演绎出这场重头戏,可见两位演员的默契之身。 任加伦似乎能与每一位女演员产生默契,尽管拍戏前已经减肥瘦弱,上镜却依然呈现出可爱肉嘟嘟的形象。 从服装和发型来看,这段戏应该是在月落取景,而任加伦在剧中还是演皇宫里的复仇王子,两个扮相有明显区别。 流水迢迢这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,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,尤其是该剧《全谋复仇》的主题更是引人深思。 男主角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心。 任加伦出演的电视剧往往给观众带来虐心的感受,许多剧中都有他与女演员大婚的场景。 虽然俩人结婚并育有子女,但他在剧中的命运比小南陈王糟糕不多。 小南陈王至少还留下了遗孩,而他却连个完整的诗首都没留下,在大火中与坏人同归于尽。 但让人惊喜的是,在这部剧中,任加伦饰演的角色颠覆了以往的形象,仿佛抑郁王子,高马尾小辫子造型令人赞叹。 在片场,任加伦状态极佳,与李兰迪谈笑风生,无疑增添了二人CP感。 尽管该剧尚未播出,但各种造型已经让人期待不已。 任加伦的演技一直备受肯定,他能够在不同剧中塑造出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,令人叹为观止。 而在《流水迢迢》中,他再次展现出了演技的精湛,将观众带入那个充满权谋与复仇的世界。 其与每位女演员之间的默契更是令人称赞,让人不禁为他的表演点赞叫绝。 这部剧的故事情节之吸引人心,堪称是当代电视剧的一颗璀璨明珠。 它不仅描绘了复杂的权谋斗争,还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纠葛。 而任加伦饰演的复仇王子更是让人心疼,他的命运充满了坎坷和无奈,令人难忘。 流水迢迢中的大婚场景无疑是该剧的高潮之一,任加伦和李兰迪的默契表演将这一众头戏演绎的淋漓尽致,充满着幸福和甜蜜。 他们在大婚造型下的出色演技和化身抑郁王子的颠覆形象,无疑为这部剧增色不少。 在古装剧中,任加伦的存在宛如神明,令人感觉他可以再绽放十年光芒,绝不为过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感谢您观看。